大家好,我是学员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惜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众所周知,肝脏在我们体内起则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排毒解毒 一旦我们的肝脏出现了问题 肝脏运作不畅,那么毒素就很难排除体外 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因此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 往往当我们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预示则我们体内的毒素过多 那么怎样判断肝毒过多了呢? 当我们口有异味,口臭,口肝或者是口苦的时候 多半是体内的肝气不顺引起的 它会导致口腔中的细菌过量繁殖 在我们的体内有一种叫做黄体荷尔蒙的物质 可以促进分泌皮脂 一旦我们体内的肝脏出现问题 导致体内的毒素无法及时的排除体外 就会在脸上长一些痘 第三,容易过敏 当发现以前不过敏的物质就开始过敏了 那就说明我们的肝脏毒素堆积太多了 导致过敏源的抵抗力下降 第四,很容易喝醉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平时不容易喝醉的人 突然某一天喝了一点酒就醉了 像这种酒量下降的情况也属于干燥受损的症状之一 这说明肝脏中的解酒酶的数量在持续减少 当出现以上这些症状的时候 就说明我们的肝脏毒素已经太多了 想要肝脏健康必须要定期的排毒解毒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可以帮助肝脏排毒 以及能够保护肝脏 促进新陈代谢 养肝护肝的食疗方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三克左右的干菊花 菊花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药材 除了用于制作美食之外 也可以用来泡水喝 菊花泡水喝既有清凉解渴的功效 又有很多好处 第一,菊花泡水喝可以清热解毒 特别是夏天 我们往往会感到燥热难耐 菊花泡水可以有效降温 清热去除体内的毒素 使人感到舒爽疑人 第二,菊花泡水喝 还有润肺止咳 辅助感冒咳嗽的作用 对于经常喉咙不舒服的人来说 多喝菊花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菊花泡水喝 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由于菊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等一样成分 因此经常饮用菊花水 可以帮助去除皮肤中的黄鹤斑和色斑 使皮肤变得更加亮丽健康 第四,菊花含有一种叫做黄铜肝的物质 它可抗氧化清除自由基 帮助抗衰老,延缓衰老 具有一定的预防老年性疾病的作用 第五,菊花泡水喝 有保护眼睛的作用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导致很多人都有眼睛疲劳 近视等问题 喝菊花水可以起到缓解眼睛疲劳的作用 还可以缓解视力下降的风险 菊花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酸肾 酸肾的营养成分包括糖类 酸类 氨基酸 维生素 矿物质等 它的营养价值极高 口感酸甜适中 它的功效和作用 第一,可以抗氧化的作用 酸肾含有丰富的天然多分类物质 比如花青素 类黄铜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能够清除自由基 保护细胞不受损害 防止老化和疾病的发生 第二,降血脂的作用 三盛中的花青素类物质 能够清除血液中的自由基 减少血管的炎症反应和损伤 降低血脂和胆固醇的作用 第三,保护眼睛 三盛中的花青素类物质 能够保护眼睛 防止眼睛受到紫外线和蓝光的伤害 预防眼病和老年性 黄斑变性 第三,增强免疫力 三盛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新等营养物质 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 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发生 第五,保护肝脏 三盛中的内黄铜物质 能够保护肝脏 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和修复 降低肝脏受到化学物质和药物的损害 第六,美容养颜 三盛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比如维生素C、猛酮等 能够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使皮肤光滑细腻 同时还能够调节身体内部环境 使人看起来更加年轻 三盛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中药 中医上红枣就用红枣来开发 用来养肝排毒 红枣具有保肝、健品 降低胆固醇、抗癌、抗过敏的作用 经常喝一些红枣水 也有非常好的护肝排毒的作用 搭配双肾 可以益气护肝排毒的功效 会更加的翻倍 红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和铁元素 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 经常使用红枣 也有非常好的补血养颜的功效 红枣洗干净之后 把这个枣盒去掉 因为红枣盒非常的照热 食用之后特别容易上火 我们在热厂煮汤的时候 也最好把这个枣盒去掉 复理好的红枣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枸杞 枸杞具有补肾液精 养肝 瞑目 润肺 止咳的作用 还可以有效的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可以有效的保护肝脏 防止防肝 还能刺激肌体的生长 对于高血压的人群 有一定的降血压作用 另外 枸杞水还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肾虚 改善肾虚引起的腰膝衰软 耳鸣 眼肝等症状 平时我们在购买枸杞的时候 不要选择颜色太过鲜艳的 太过鲜艳的枸杞有可能是硫磺 宣制过 或是染过色的 使用这些枸杞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利 枸杞搭配双肾 也是有非常好的护肝 养肝排毒的功效 还可以帮助肝脏排毒减轻肝脏的负担 让肝脏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枸杞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把这些食材全部放入养生壶里 加入1000毫升左右纯净水 按花茶的键 煮15分钟 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易 一个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小红星 非常感谢 这四种食材搭配在一起 还会给你带来另外一个惊喜 就是能够明显降低你的血压 对这个菊花枸杞茶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 尤其是假的含量非常丰富 这一个水我们最好放在网上喝 还可以让你的肝脏得到很好的修复 帮助我们软化血管 降低血压 美容养颜 好处真的非常多 比吃补药还要补 煮好之后 我们只需要喝这个水就可以 我们只要坚持喝上7天 肝脏就会恢复到一个非常平稳健康的状态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